指揮中心原本預估最快在今天會達到高峰 而且單日新增確診可能會破10萬例 但是今天的確診個案反而比昨天少 請問指揮官怎麼看這樣的變化 第二個問題是 有專家認為應該要擴大快篩 陽性確診的適用對象 這樣可以讓更多需要的人 趕快取得口服抗病毒藥物 請問指揮中心有 可能考慮放寬嗎 謝謝 因為我們這個事辦的這個65歲以上 三類人口之後 那整個行政流程順暢之後 我們還會繼續的 來開放 然後第二個到現在來講 大概今天 來講幾乎啦 幾乎是全部的都往下降 幾乎所有的縣市都往下降 那是不是一個頂點的契機 我不敢說 要再兩天看來觀察一下 第一個 本來所有的預估都是基於一些模型 或者是一些趨勢的分析 所以本來預測都不是會只有鎖定某一天 某一時 都是一個區間 那有的時候 那個預估值也會隨著我們的一些 政策或是檢測等等 這些都會有 有所不同 所以那時候講的是說 有一個低推估 可能是在5月20 左右這個時候到10萬 那當我們昨天有到過9萬 那現在來講 就是說 以我們整個PCR檢測的這個 採檢的情形看起來 就是說大概都是在10萬 到11萬左右這個區間 然後每天的這個 採檢數 那 個案數的部分 則是如剛剛指揮官所講的 大概幾乎所有的縣市都是 從昨天到今天都是增檢數都是呈現一個下降 的情形 那但是在那個陽性率的部分 大概都還是維持在68到69這樣的一個 所以快 就是說在我們這個PCR檢測 的這個所有的採檢的 比如10萬到11萬 當中是大概 60到60 68到69的陽性率 那另外還有一部分 的陽性通報是從我們這個三類或者是65歲 以上快篩精醫師確認進來的這部分 大概也是 佔大概8000到9000件左右 所以大概目前來講 這個趨勢在這一週看起來 是蠻平穩的 那後面是不是隨著 比如說 其他地區的一些疫情的變化 會再做一些 不同的趨勢上的研判 我們大概可能週末以後 會比較清楚